只有看到了我的暗号 他们才会开始行动 这就意味着 一切都在版本掌管掌握之中 注意那桌要饭的 上菜上茶 去亲手来 别 你要真心娶我 就答应我去大吃店办事 今天为什么非要去大吃店 有别的男人 我们少东家得的是 北京河啊 滚蛋 可怜我们阿敏 让人瞧不起 受够人家欺负 还有这事 敢欺负我的媳妇 我现在就去把她的店拆了 姑爷 你别这样 也不能全怨他们 那个时候 他们哪知道阿敏能有今天呀 是啊 大队长 你先冷静点 现在这世道 贤贫爱妇呢都正常 阿敏那会儿 每天卖完馒头回到家 哭得可累人似的 他说 娘 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 都是一帮 勾人看人滴泪 货色 可是 可是 他为了这个家 为了养活那个娘 他每次哭完了 还是流眼泪做馒头 第二天 还是照样去给大车店送馒头 姑娘呀 你好可怜呀 你就不能跟你好好两声 我不笑出来就是对待喜宁 但好 你就忍忍别出事就行 好可怜的阿敏 太可怜了 也委屈你们了了 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 今天 为什么非要去大车店呢 为啥 束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今天 我们就要去那儿 风风逛逛地办一场 让那些瞧不起我们 欺负过我们的失利眼 都好好看看 我们家阿敏 嫁了大户人家了 狠狠地 瞧他们的脸 是 我就是要去打脸 小孩子脾气 我就要去 如果我不去 我这辈子都安不了心 好 我带你去 我要让这帮穷鬼 跪着给你敬酒 二脑 去大车店 等等 我转去 是 官本长官还在八仙楼等着 你怎敢私自换地方 今天 我只听我媳妇的 军人就要服从命令 今天我不是军人 我是新郎官 放开 放开 你们想造反吗 队长 队长 不行 我拯服队长 我 它 不要 凭什么 他们的 只想喝那 咱们就得去看看 算个求她 我跟你说啊 别看他现在得意 有他哭的时候你知道 走 不许动 弟兄们 我们好想见这宝贝了 专军 这误会 这这这真不真不是想造反这 那就给我执行命令 桂田队长 你不要跟我大声想要 喊打喊杀毒 白门长官亲自说过 我受他直接管辖 你没有权利跟我下命令 桂田队长 你可以先赶到八县楼去 如果白门长官让我赶过去 我会执行的 我也要执行我的命令 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 桂田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八县楼 向版本长官汇报 让他定夺 来 东家 这日本人可得罪不起呀 知道 我既然娶了阿敏 我就得好好躺你 他要上我就给他上 计较吧 那我先去大车店看看 向他们多准个点 这点事还用着你跑 歇眼儿 单上 你跟徐大头去趟大车店 让他们多备点好酒好菜 我要热热闹闹的 尤其是大车店 上上下下的人 一个都不能少 我要他们挨着给新娘的敬酒 一定要多备酒菜啊 还有那些黄军的 好嘞 走走走 看这新操作 这黄军伺候不好人 以后谁也不好过 吓死你 伺候好一个版本长官就够了 这下马狗都伺候好了 累死你 东家 你还真是个多情的种子 傻小子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安民吗 你真把我当场没见过 女人的老广播老 还有什么 起叫 起叫啦 长官 应该直接把人们脑袋砍下来 急什么 只要半本长官一句话 坏了 真出意外了 为啥办 他们抄别的地方去了 啥 该漏险了 那咱还来得及吗 就怕情况更糟 赵萌 你跟我下去看看 狐狸 你去跟队长汇报情况 来 怎么回事 他们要去大车店 大车店 啥地方 不能去那儿 那是我们的藏身点 不能暴露 撤 他们去大车店肯定会这么走 咱们抄近到过去 在三阳路上阻击他们 大家有什么建议 王副队长 临时改变计划太仓促 三阳路地形怎么样 谁手心 谈不上什么计划了 拦住他们就打 但不是真打就是骚扰 今天已经抓不住大金牙了 只要不让他们去大车店就行了 我们几支武功队好容易凑一块 就这么放弃了 没错 不就一队鬼子吗 我们突然袭击 打完就跑 未必不能完成任务 王紫月 高风亮的毛病 把你给传染了 出来打仗就得冒险 必须得完成任务 要不然 我们几支武功队 不成了笑话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必须跟高队长请示 今天的行动总指挥是他 我相信 你们都收到命令了吧 他在哪儿 狐狸你去找他了 他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前队长 丁队长 你们两个先去三一路埋伏 吕队长 你跟我去找高队长 好 在我们回来之前 你们绝不能提前行动 是 哪儿去了 你说刘 刘队长啊 咱 咱不会警卫大队啊 不会 我跟你说 这小子一个人 就能打死三个皇军 那肯定是武功队啊 咱们直接上版本长官报告 谁的手也不够 独占功了 哈哈 那 那儿太好了 那咱警卫队这次可立大功了 哈哈 还是让跟飞车队长回来吃死去 都是你去吃死的狗 挺能耐的呀你 停 走 干什么呢 啊 骂谁呢 还是这一下一眼反应都没有 这人硬工不赖啊 我更肯定你就是武功队了 不过到了版本长官那里 你就算是块铁疙瘩也得开口说话 你要是武功队的队长 那我们就更发达了 啊 没错 我就是武功队队长高风亮 你是武功队队长 那这马车里半死不活的家伙 是谁啊 不认识 我接道的 那人就在里边躺着 是吧 你蒙谁呢 你边瞎话能不能认真点 你今天 竟然碰见这个聪明人了 是吧 那你这样吧 我也真栽了 你去拿个小本 把我下边说的话都记下来 把他到日本人那儿去领赏 对吧 这功劳也算是我送给你 别别别 咱们也没那么熟啊 你要说你们武功队 那么容易就认怂了 那不成我们警备队了吗 那可不行啊 谁能不能让你废话了 小子 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 等着你同伙来救你吗 想得到我 一众们 快打开路 这狗汉奸 我糟了多了你 好 好 好 东家 为啥这么惯着我嫂子 这大车店就不该去 我不是惯着她 是她在帮咱们 咋的 你俩传统好了 怎么可能 我也就是救破下驢 答应她去大车店 大车店有啥呀 大车店啥也没有 八仙楼必有一场大战 咱们在路上再怎么拖延 也不可能耗那么长时间 最惨的就是 咱一赶到八仙楼 就撞在他们的枪口上 这时间哪 确实难保 这回可是四支五公队一起来 太危险了 咱们踏踏实实地 一八仙楼远点 那八仙楼长官 怪子起来怎么办 有归天给咱们作证 我是为了媳妇 才去的大车店 顶多唠一个怕老婆的罪名 可是八仙楼一战 日本人必胜 八仙楼长官高兴 不会追究咱们的 再说了 我找的那三个高手 不管抓住谁 都得给我机上一功 官本这个人很实际 只要我还有用 他就不会拿我怎么样 照这么说 咱去大车店 还真是稳赚不赔的买 二诺 你说我刚才表现的 那么爷们儿的阿敏 会不会动心呢 必须感动的 你没看我眼球又红了你 红了吗 你那是没睡好 行了 咱就等着八仙楼的好消息吧 没长眼啊 没事吧 老婆 院长 真是你 我都认不出来了 他们怎么还没到 他们早到期了 班本四郎和中央商 他到期之后 刚才发现好不好 好 知道了 老板小心点啊 谢谢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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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长官 吴仁义已经确认 那个老教花子 是吕波化妆化妆的 这化妆技术也太高了 既然他也来了 那就连他一起抓 这也是一条大远 同仁义还说 吕波刚刚告诉他 武功队的人早就到了 就懂得发学号 早就到了 他们隐藏得也太好了 再好也没用 再好也没用 你那边怎么样了 乘官 我们那边已经准备就绪了 随时可以行动 我们这边也是 好 归田离这也不远了 行动吧 好 报告 几天 营亲队队伍快到了吗 不 他们不来了 他们要去别的地方 什么 怎么回事 飞车队怎么会来咱们这儿 一点先照都没 他们突然来的 没说要干什么 就说要见老板 特别急的样子 会不会是高队长 他们出事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大队鬼子来才对啊 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先去前途指引着 你立刻准备销毁文件 我明白 但是还有好多枪制弹药 和其他物资怎么办 现在家里就咱们两个人 一旦这个地方暴露了 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明白 玉石俱焚 我会尽量地去争取时间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让杨小魁同志赶快撤离 一定要确保他的案件 是 你 他娘的 一个破掌柜这么大架子 快给老总叫出来 老总 叫过了 叫过了 就来 来了来了 让老总久等了 你就掌柜的 正是在下 架子挺大吗你 哪能呢 别动 看得见你 开个小店 这儿 烘口饭吃 少废话 你这店啊 大不小嘛 以前 还真没来过 那是 我这店啊 只是赢一些 难来北往的卖卖人 像老总这种身份地位 怎么可能来咱们这儿呢 是不是 是 算你小的会说话啊 今天啊 是你祖风暴新烟 这儿 给你们 这破浪店 一个好机会 给我们飞车队 办件事 明白吗 老总 您放心 一定照办 partido 好 小花 小花 胡帐鹏啊 不看着你的帐门 跑厨房干啥来了 饿了 等着 马上就好啊 小花 我这儿有个事跟你说 杨小花同志 到 小八同志 你现在仔细记着我说的每一句话 出后门往东走二里地 再往南走三里地 有一个城隍庙 你找到庙住 就跟他说东黄村的老八让你来的 要回娘家住几天 之后你就都听他安排 明白了吗 胡赵芳 你也是咱们同志啊 是 这也太看不出来了 你说你一个打算盘的 你都是武功队的 你们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吧 啥事儿都瞒着我 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 没时间了你赶紧走吧 我去城隍庙干啥 你别问了 快去吧 是不是这儿有危险 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战斗 哪儿都不去 小华同志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考验 就不能留在武功队了 考验呀 阿姨 你早说嘛 王长你给我打过招呼了 我明白的 保证完成任务 好 那你就赶紧去吧 等会儿我先收拾 别收拾 没时间了赶紧走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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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上芳 胡上芳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你刚才说东荒村老几 老八 老八 那不就咱爸陆军吗 我提议啊 咱们以后能不能把这暗号改成 老七或者老九 都算你 都算你 我觉得吧 我这个人做事吧 特别善于动脑子 你觉得呢 是 是 是 那这次的任务完成之后 我是不是就能正式加入了 小华同志 我相信 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武功队战士 我也相信 所以 现在 向后转 出口门 跑 是 老总啊 这可使不得呀 你说我这店破了吧唧的 怎么能给王大队长办婚事呢 您随便找一个管子 也比咱们这儿强不是 少废话 今天这活你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您还有半个小时准备时间 快点 老总 你看咱这店那么破 怎么能办得了这个事呢是不是 知道为啥 要拿你这小破店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你们当初欺负人了 一会儿啊 跪下来谢罪吧你 老总啊 你说我个开店的 我能欺负什么人啊 这不能够我这个 咱俩干了 你赶紧啊 去厨房安排放菜吧 加上黄军 八十号人 八十号人 老总 你看我这店 哪能呈得下那么多人呢 是吧 把你们这房间 都给我腾出来 我看看你这店 是吧 那行 老总 我带您看看 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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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甲 他来不来 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菊田 你回去告诉归田 既然如此 就让他继续跟着王彪 当一回真正的送信队伍 是 你告诉归田不用沮丧 因为他本来就一条小鱼 都捞不着 我会把所有的敌人 全部杀掉 是 长官 为什么不让归田 把王彪给杀了 对中国人是不是太宽容了 立腾 不要随便 杀掉自己养的狗 尤其是恶狗 明白吗 可这条狗 已经开始不听话了 他哪里敢不听话 只是耍点小聪明而已 我完全清楚 不要纠缠这些小事了 我们的决战就要开始 去吧 是 杰忠 你的人 主要是定点抓捕 我们 还从来没有活着过一个武功队 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不要让我失望 长官放心 我会深险失足 注意安全 核心人物的安危 对成败 至关重要 谢谢关系 我已忘掉生死 全力以赴 不负长官信任 为什么这么激动 追随长官以来 第一次听到长官对部下 说出注意安全这几个字 很好 好 因为以后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去做 去看看人到期了没有 是 报告 长官 客人到期了 开始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长官 你一定要亲自露面吗 怎么了 我建议你不要出去 核心人物的安危至关重要 不要钓鱼反被鱼咬 要钓鱼 就要让鱼相信鱼饵 我不露面 它们怎么会上钩 它们只是一群被出卖的鱼 我们有无人意在手 想让它们什么时候咬钩 它们就会咬 所以长官 你不用出去 留在这里就可以 不 你错了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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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新郎新强正在路上 不能按时到来 白北长官说了 这边的程序照常进修 下面有请白北长官至此 好 尽卉 保险 没有 更好 好 尽卉 好 你好 好 好 请 小野 你的人从外面逃为八千楼 只要有人出去 格杀无论 如果是我们自己人呢 我们自己人是不会出去的 就是为了防止敌人冒充我们逃跑 你只要记住 贱人就杀 林佑 我们的任务 就是尽可能地杀光敌人 不要让小爷有太多表现的机会 长官 外面好几百人 如何分辨武功队 不用分辨 我们的人会自己迅速撤退 只要把剩下的人全部杀光 就不会有漏网之余了 全部 这些老百姓都是来混吃混合的 死了活该 明白 唯一要记住的 就是左臂上绑着红布条的 是田中族长的手下 不要误伤 是 弟兄们 再快点 版本长官肯定重重有少 好 听闻 请大家合不合的 好 好 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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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去 宿主 宿主 就这几块料 就跟白给的一样 火力 别开枪 我会啥 尽动鬼子就没办法 让你赖金养了 行 我让我开枪 不 如果有必要 还是要毫不犹豫地开枪 那靠边 咋办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救出队长 其他的 都要让路 行动 大队精神来 来来来 快 快快快快快 Hammer Mountain 耶 杓冼 帘哥 杓冼 杓冼 专 杓冼 闻 杓冼 先请赵县长致辞 челов 各位同仁 社会贤大 父老乡气 亲朋好友 今天乃综日友好之良辰吉日 已然受版本四郎长官之所托 为警备大队特别行动队黄标队长 新婚致辞 我代表版本四郎长官 向新婚人 让白方 表示最忠心的祝福 愿他们永结通心 白头洗脑 同时也祝愿各位来宾 亲戚朋友 身体健康 外事如意 谢谢 长官 我们让吴仁义发讯号 武功队就会行动 这是稳操胜券的事 所以长官没有必要去冒险 冒什么险 敌人武功队这次清朝出动 长官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最大的攻击目标 当然危险 你说对了 我是他们的最大目标 所以如果我突然不出现 高峰亮一定怀疑 他们怀疑又如何 他们已经来了 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可惜 高峰亮不是这样的人 他发出的箭 都可以再拉回来 他看不到我 也许就会放弃计划 义腾会封锁院子 关门打倒 进来的人统统杀掉 武功队行动与不行动 已经不重要了 纯 为什么 他们不是已经来了吗 但未必都在院子里 换作我也会这样做 不 院子里的 也许只是攻击的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甚至第三梯队 才更可能是他们的攻击主义 关门打狗 却放走了门外的群狼 难道不蠢吗 高峰亮真的这么狡诈 三年来 我太了解他了 今天 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明白了 如果长官执意要出去 请采用我的计划 你的计划 难道你另有准备 是的 我做的 要准你看到的多 才对得及长官 你替我安排好了我的行动 长官 这个计划 其实是一个预案 是为了确保长官的安全 懂吗 嗨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自作主张 任何事情先回报 天忠 从我看到你第一眼开始 我发现你是一个人才 但是你的缺点是 过于自负 希望这个耳光 能真正地打醒你 谢谢长官教会 你现在可以说了 你的计划是什么 长官 是我的建议 驾 走 老三哪 你说后面这位爷谁呀 高 高风亮呗 高风亮呗又是谁呀 武 武功队 武功队大队长啊 不是听说他 能不能武能掐会算吗 咋这怂样呗 咱刘的队长 牛呗 看来以后这定期啊 反本长官是老大 我刘慧兰 那就是老二了 弟兄们 也都别闲着啊 比我们高大队长 也舒服舒服 是 快走吧你 走 走 快 快 走 呸 这狗汉奸 我保证就活不过今天 骂 接着骂 我看你能骂死我吧 你把你那事狗皮 现在给我拖了 我进去在那儿饶你一命 都这时候了 你还嘴硬呢 骂 来 来 弟兄们 咱们快点赶路 骂 看我回去怎么瘦似的 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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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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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畜生怎么不走了 邪了门这是 骂 什么情况 队 队长 我好像听见有人打口罩 有吗 队长 好像我也听到了 队长 随线 有埋伏 有埋伏 随线 出色的 放鬆 誰 出色的 出色的 不動 出色的 出色的 擂 安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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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呢 对 还少一个 赶紧找 赶紧找了 这是你们的人吧 你都给我闪开 把我枪打死 靠队长发 长安 上来个事怎么样 你放我一马 我也放你们的人一马 怎么样 谢谢啊 谢谢 你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一定会把你们的人放 啊 这马怎么不走啊 啊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让马走 让马走 你们别逼我 你们别逼我 我我真会开枪的 马都看不上你 你们笑什么呀 有什么好笑的 昨天在八县楼打架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蠢 但没想到 你可不是一般的蠢 昨 昨晚你也在八县楼 你 你别过来啊 我 不然我先打死他 行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那人是谁 走 我说什么了 我说你活不过今天吧 你还不相信 队长 你别晕啊 我这有重要的事儿 要了命的事儿 队长 你这装晕的功夫太厉害了 这会儿他杀了一个鬼子 一个汉奸了呢 队长 大妃 好样的 回去多上去点草料吃 行了 赶紧走了 一会儿选鬼子该来了 走吧 走 上车 走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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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子 阿敏姑娘去大车店干什么去了 我哪知道啊 疏忽了 怎么没想到她呀 你们啊 都学着点吧 对女人好一点 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和真心了 女人心还抵真 真不是瞎说的 说 你接着说 我觉得 能不能让大金牙去大车店 所以我的想法是 在三洋路上阻击他们 老钱和老丁他们已经去了 都不 不行 敌人太多 我们有没有准备 阵下去只能是送死 不行 就趁他们在大车店吃饭的时候 突然袭击 抓了大金牙就跑 不 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 明亮的画面 像红色的旗帜 写下多少宣言 感觉到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 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你你 仍然憧憬 笃定坚信 未来有太多美好 所以勇敢逆着暗留前行 映着空风将极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 搬起好一生 不再有趣吗 那些阴外歌舞 你莫过四根 谁永远沙扬 因着空风将极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 搬起好一生 不再有趣吗 那些阴外歌舞 你莫过四根 谁永远沙扬 因你升着光芒 明天秋情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 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 明亮的画面 青红色的极致 写下多少宣言 看渠道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 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泥泞 仍然憧憬 独定坚信 未来有待多美好 所用的内折 暗留痴情 映着狂风 将起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 伴接好一生 不再有去了 那些阴外歌舞 你莫过四根 谁永远沙扬 映着狂风 将起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 伴接好一生 不再有去了 那些阴外歌舞 没莫过四根 心永远沙扬 眼里伤着狂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